用模拟影像标示出要改善的路段 新竹 香山 中华路四段到六段 全长8.5公里 是香山区最重要的联络道路 为了保障市民安全 市府办理道路改善工程 这个工程它牵涉到了30个路口的路行改善 那包含了说我们有一些是路口在行人穿越道的退缩 或者是增设行人避孤岛 那也包含了人行道的设置 市府争取经费 驿注2.62亿元要办理中华路道路环境改善工程 以三个目标进行 确保行人路权除了增设行人庇护岛及人行道外 也退缩斑马线串联行人的徒步攻坚 还维护交通安全顺畅 增加左转车道 并且进行道路铺面改善 阑线地下化工程 预计在明年底竣工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工程 可以让我们的中华路 尤其这个是一个省道的一个非常繁忙的 一个新竹市的交通洞线 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工程 能够尽量避免掉行人的一些事故 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拥塞的情况 中华路多个路口 人车动线复杂 有发生事故的潜在风险 市府团队将邀请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期望开工后能解决人车征道问题 让行人走在路上更加安全 TVBS新闻称市民李建伟 苏佩宇新主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